把这些药材 比如说我用一定要老姜嘛 是姜母跟鸭不是姜跟母鸭 对 我以前就以为姜跟母鸭 是 还有这个 我加了这个是柜枝 因为它会散开 所以你要把它包起来 还有这个是人参须 因为为什么不用那个高丽参 会用人参须呢 因为它会 就是你用的老姜 用的麻油会上火 所以用人参须 那这个是不是有分什么西洋参啊 什么的 没有 这个就西麻区 就是西麻区了 对 你到中药店去买 其实像这样子大概是50块钱 现在身心有一点长 然后呢就是川穹跟当归 然后加了红枝跟苟枝籽 好 那这个姜呢 我就用把它切片 用老就是麻油去爆炒 但是你要记得 就是我会留大概像这个 两倍的一个新鲜的姜 用果汁机器把它打散 打散就是最后 我们把那个鸭肉好的时候 再丢进去 再一滚起来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加那个 这样子的风味就会更棒 而且你不需要用那么多的 一个麻油去爆那个姜 它这个鸭肉呢 就不会那么的燥 因为鸭本来就是滋阴的 其实秋天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就是吃鸭会比 好 我们来吃吃看 来吃吃看 可以吃看看 所以大家很多人喜欢吃羊肉炉啊 是 所以你觉得秋天 秋冬的时候吃鸭比较好 是 那其实像我们吃完的 那这些汤头的部分 我都会建议大家就是 用高丽菜丢进去煮起来 真的是超好吃 来来吃吃看 那我们在炒这个鸭肉的时候 因为鸭本身就是你煮到好的时候 那个胸都老掉了 所以如果说家里有鸭力锅的话 你先把它炒一炒 先不要上那个鸭力锅的盖子 大概给它那个纯米酒 一瓶米酒去烧到那个鸭肉 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来你再加 就是对 像我这个一只鸭 我是用一瓶半的米酒 然后再一瓶半的水 然后就是大概 如果是上鸭力锅的话 大概是十分钟 那如果一般我们去煮的话 要慢火来煮的话 大概要煮到一个小时 是 OK 那中医来讲的话 鸭肉在秋冬的时候 是应该常吃吗 因为之前有人说 什么鸭肉有毒性 真的是怪罪了鸭啦 其实鸭是蛮羊血之音的 其实蛮好的 所以大家都误会鸭就对了 这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候 哪个朝代传下来 那都是近代的事情 真的不是啊 这一些你燥热火气大的 少量的四量的鸭肉 对蛮好的 对这种酱火气还是不错的 鸭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